HELLO 歡迎收看今天的開箱不卡卡 今天來開有點久沒有開的棒球系列 那這一盒是我自己非常期待想要拆的一個卡盒 是2023年Series 1的Superbox OK 那就是滿滿的Hulio的樣子 好的 那這一個卡盒感覺會是一個很有趣的卡盒 所以他一開始推出的時候就非常想要來拆拆看 OK 那這裡面的內容物主要就是有一張Oversize的卡片 就是一張放大版的球員卡 那另外會有一個徽章的部分 那徽章總共會有10個球員在上面 那當然都是最知名的球員囉 OK 那另外還會有一包的5張卡片的平行卡的卡包 除此之外還會有10包的卡包 每一包有16張卡 所以總共會有160張的卡片 OK 大家光看這個盒子就可以知道 真的是有非常多豐富的內容物 好的 那這一盒的部分在ebay上 現在可以找到的價錢大概是在65元美金左右 OK 那就趕快來開箱給大家看看囉 這個卡盒真的是超級大的 大概是目前拆過最大盒的一個卡盒 那內容物的部分呢 我覺得也算是有史以來最豐富的 所以就真的我想會是一個很有趣的拆卡體驗 就來打開囉 喔 它最後面還是一個這個 放球的本壘版 它放在盒子最後面當裝飾的部分 蠻有趣的 OK 那我們來打開來 就是有10包的卡包 OK 它最為人詬病的就是 它都把它黏起來 它都把它黏起來的每一邊有5包的 16張的卡包 然後有一包是剛剛說過的 有5張瓶琴卡的亮卡 是一個PIN 徽章 希望大家可以拿到Otani或是Hulio OK 那我們就先來直接看這張 Super級的大卡 先看一張小小的是Mookie Bet OK 那後面的大卡是 Rolly Green 很可惜這裡有點撞傷了 因為它這個卡片的保護實在 其實也是沒有什麼幾乎沒有保護到 就是一張 一張這個封面放在外面而已 OK 一張Rolly Green 新人的Super Size 真的是超級大的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這是一般版本的 然後這一張是Super Size 大概有超過 應該有五六倍大吧 OK 還滿酷的喔 好 那接下來呢 打算先來拆這一個 十包的卡包的部分 那等一下普卡呢 就會稍微比較快速的看過去啊 就不帶大家一一的介紹了 因為大家應該也看得很多 這個Series 1的開箱 看能不能拿到一些SSP或是厲害的卡片喔 Renado的Home Run Challenge 那我剛好前幾天 非常幸運的也猜到了一張Tatis Junior 我真的猜中他全雷達日期 所以就還滿期待他到時候送來的卡片 到底會長什麼樣子囉 OK 然後是一張Aaron Drudge的特卡 接下來進入第二包 Granor Henderson Oh my god 簽名耶 沒有預期耶 太驚人了 因為這個卡盒它也是沒有保證 有任何的簽名或是限量卡之類的 那我們抽到了一張Curry 棒球界的Curry 新人一張 然後是個投手 OK 不過跟他 算是真的滿不太熟的 我跟棒球的Curry比較熟一點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告訴我 這一位投手的潛力怎麼樣 雖然他的簽名好像有點 嗯 不是太有誠意 感覺是很隨意的畫了兩筆 不過是在預期之外的簽名卡一張 好 接下來是S 希望是Otani OK 是Garri Cole 這系列呢就是 我會滿想要蒐集成一套的 不過感覺沒有這麼容易 因為還差滿多張的 好的 然後是一張 Oh Adelie Rushman 真的是很厲害的新人鐵補 還滿看好他的表現 接下來進入第三包 前面兩包是直接出了簽名 真的是出乎意料 Oh Norlan Goldman 好像最近幾場也打得還不錯喔 一張Topscorn的特卡 讚讚 然後是Francisco Lindor 接下來進入 哇 直接在這裡拆開了 第四包 一張Muki Bat 第五包 Op My Child Op My Child 接下來進入另外的五包囉 反過來 有沒有以為是什麼SSP 結果是一張 藍色的Retail的瓶型 打擊率的領先者 是Geric Core 是Geric Core 跟這張一樣 還有一張S 也有一張特卡 接下來進入第七包喔 Op My Child 然後是Akunia Junior 的Red Boat Foil 怎麼感覺今年跟他滿有緣的 那時候抽Jumbo 也是抽到他的Red Foil 限量的 這次來了一張沒有限量的 好 然後一張Divers特卡 好的 倒數三包囉 一張Ricky Henderson 一張Ricky Henderson 然後是Tosho的雙人組合 Bow Bichette 倒數兩包 喔 喔 呼唷 Rarigas 雖然今年真的是 目前維持的打擊率 真的是有點偏慘 但希望呢 可以破繭而出啦 接下來進入我們最後一包 來看一下 OK 感覺是特卡 喔 Siren Charge 這一款特卡也是很帥的一口 是Pete Alonso 目前領先的圈內打打者 那我們就拆完這十包的卡包囉 那最驚奇最驚奇的收穫 當然是抽到了一張的簽名卡 OK 那我們現在呢 來看這個PIN是抽到誰好了 個人當然最想要的是Otani 來看看 OK 這頭盔不是 是法官 OK 最近好像真的跟法官 算是蠻有緣的 放大給大家看好了 Aaron Charge 其實還蠻帥的啦 其實還蠻帥的啦 有這種閃亮亮的感覺 那這邊就有寫Aaron Charge的 Series 1 接下來進入我們最後一包囉 這個是 他的平行卡的部分 那也是SUPERBOX才獨有的一張平行卡 來看能不能 WOW WOW Nice 第一張就 Abeline Rushman 而且他的Center感覺還不錯唷 然後第二張是PARAZA 再來是Marelle 目前為止都是新人喔 WOW Ronnie Green WOW 這五張好像還不錯唷 最後一張是Yellich 5張裡面有4張新人 這個很可以耶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一盒SUPERBOX的重點啦 個人覺得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一個卡盒耶 就是除了可以抽到不同的東西 例如像是徽章之外 我覺得他的這個FOLE 有另外五張的這個卡包 真的是誠意十足 五張裡面有四張的新人 那另外呢 還有很幸運的一點 也是我們在這裡面抽到了一張 投手的簽名卡 是Curry-san OK 雖然不知道Curry的表現如何 那就是能夠在裡面抽到簽名卡 已經值得很幸運了 OK 整體來說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滿意 這一個卡盒的表現 而且在這過程中呢 也獲得了很大的樂趣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開箱部卡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內容喔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這個卡盒好還是不好 好的 那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啦 記得要訂閱按讚留言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